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博乐 我是陈卫博 那今天的时间来到8月31号 8月底了 台币股市今天拉回 大盘今天中场下跌了41点 台子期货今天中场是下跌了59点 但是微博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不跟各位谈到指数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指数的部分 我相信各位今天如果有在关盘的话 应该都知道 3662的乐生 今天开盘一架到底 直接锁跌停 锁了16160张 有注意新闻的投资朋友应该都知道 为什么乐生今天会一架直接打到跌停 事实上乐生是一档很热门的个股 主要原因是因为日商白子干头 他们不收购乐生的股价了 就是因为这个因素 所以今天直接打到跌停 在6月1号的时候 这是6月1号的新闻 当时候因为日商这一家公司叫白子干头 它要收购乐生的股价 所以当时候6月1号的乐生 它直接供到涨停板 6月1号在这边 各位你去回想一下 6月1号的时候 乐生已经从70几块 涨到115 这一天是6月1号 当天的乐生是直接跳空开高 为什么当时会跳空开高 因为白子干头这一家日商的公司 它要收购乐生的股权 它要用128块的价格 去收购乐生25%的一个股权 所以当天甚至涨停板来到哪里 来到115块 128 股价才115 哇 乐生还会在涨 对不对 好多人因为这样子 但是过了两个月 将近三个月啦 这是8月31号 因为乐生的一个所谓收购案 它破局了 人家不收购乐生的股票了 所以今天乐生打到跌停板 它造成了 三万的股东 在这边出现产套 产赔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台股里面的散户朋友 其实真的很可怜 因为你们看到的消息面 它却左右你们 当你们看到消息面的时候 你们很开心的去买进 但是你们却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利空消息 造成自己手上的如果有个股 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错误它是可以避免的 为什么今天微博把它拿出来 节目上面来做一个说明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投资朋友 手上就有乐生这档股票 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微博长期节目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讲说 当我们选择一档股票 如果它会上涨 它是博瑞指标向上 它会下跌的股票 它是属于博瑞指标向下 对不对 这没有错吧 乐生在今天要跌停板之前 各位 我们比如说好了啦 8月25号的时候 乐生 还供到涨停板 各位记不记得 那很多人想说 啊机会来啦 因为很多人都是 看跌说跌 然后看涨说涨 所以涨的时候就跳进去买啦 没有错吧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依据的时候 你会不会犯这种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乐生的博瑞指标好了 这是3662乐生 今天股价直接跌停板 这是乐生的博瑞指标 这一段时间以来 各位 我们以8月25号这天做举例好了啦 当天的乐生博瑞指标来到这个位置点 当天股价来到涨停板 但是博瑞指标请问有向上吗 我们可以拉近点看 动能线22区 四线26 也就原本向上 它有转向上 这个叫应变 你必须在第一时间 也就是当这个地方 它出现了博瑞指标向下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把乐生出掉了 而不是让乐生一路往下跌 往下套 往下跌 往下套 来到今天甚至跌停板 今天一家到底是70.2 明天会不会打开都还不知道 这是就技术面 或者是就博瑞指标的一个角度而言 也就是微博常常跟各位讲的 我们操作必须要一个依据 因为盘面它是千变万化的 股票转强转弱那个时间点 你如果可以抓到的话 它可以避免你很多的伤害 微博这几天 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我说台北股市因为上了9000点 上了9100点 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不可以买股票 买股票的主要理由 第一个要不认指标 对不对 第二个要有基本面 因为一档股票 它会不会涨跟基本面 有绝对绝对的一个关系 那如果说以乐生来讲了好了 乐生公司的基本面是不错的话 那它今天跌停 搞不好是未来机会 但是乐生基本面到底好不好 难道你们看新闻看消息 你们都不会去看财务报表 或者是去做一个判断吗 6月1号的时候 当时候因为白子干头要收购乐生的股权 所以他很开心啊 当你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买 我请问各位 尤其是6月1号的时候 又再涨一波 6月1号的时候 这一波其实乐生已经涨了一波 当天爆出了14816张的量 我请问各位 这些人是谁买的 又是谁到货的 你们所有参考的讯息都是用报纸媒体 它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新闻 要用128块去收购 所以你们去买进 但是当股价真的跌下来的时候 你们却看到这样的新闻 破局了 那如果说你把基本面考量进去的话 你会去买乐生吗 我给各位看乐生的基本面的变化 这3662的乐生 这是乐生公司的一个成长率 3662的乐生 公司本身营运的一个公司成长率 我们可以拉近眼看 你可以看到了 原本在今年4 5月份的时候还表现不错 因为过年的那一段时间 它从负的成长变成正的 22 31 46 但是各位 你把它看过来在这个位置点 从6月份跟7月份的营收 它出现什么变化 46%已经上不去了 从46%降到27%再降到18% 你可以很明显从这边已经看出 它公司营运的一个衰退 没错吧 从不论指标的部分 的确可以看出乐生的转变啊 微博之前不是跟各位讲吗 你要有应变的能力 一档股票如果它的公司 原本从成长变成衰退 因为它之前会成长 所以各位 之前2月份的乐生是涨势 就算跌下还有一波涨势 但是它从5月6月到7月这段时间 垃圾的基本面已经开始出现成长率的衰退 46%降到27%再降到18% 这代表什么 代表公司营运在衰退嘛 那人家白指干头就不想病了嘛 但是这个其实早就知道 我这样说好了啊 这中间都有内线的啦 微博只是想跟各位讲 我们先不就去内线 因为我们不是内部人士 我们没有办法去动那个手脚 我们也不会动那个手脚 但是从基本面的变化 它公司的营运在衰退 从技术面的变化 它博乐指标是向下 而且乐生的博乐指标 不是今天向下耶 各位你可以懂我意思吗 是很早以前就向下了 在乐生起跌那一天 就确定再度向下了 8月中旬的时候 乐生不认指标就向下了 就在这边啊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啊 这个地方就从原本向上 又再转为向下了 那我请问各位 一家公司在衰退 不认指标又向下 那你觉得呢 本来就不应该买了吧 你本来就应该避开这个风险 不是吗 所以微博长期跟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操作不是这样有依据吗 如果有了依据的时候 你在进出 你在应对的过程当中 一家公司如果出现了成长跟衰退 你不是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 微博长跟各位讲 我说做股票啊 不管是股票或期货 顺从趋势跟应变盘式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这样说好了啦 我们回到了台北股市的指数而言 今天的大盘跌41点对不对 搞不好有人莫名其妙觉得说 为什么会跌对不对 各位你看一下测标啦 不日子标向下哦 好 再来 这是今天的期货 跌了59点 期货今天收在了8976点 微博给各位看我们的动作好不好 我让各位看一下 台子09因为日线不日子标向下 9040左右 是加放空一笔扑乱空单 好 你没有看错 因为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动作 来 各位 9月份的台子期 因为它的日线不日子标是向下的 所以我们在9040 今天台子期货最高还到哪里 我给各位看一下 今天最高到9060 所以都有机会 我们空的点位没有到9060 我们是在9040 放空一笔破断空单 既然是破断空单 微博是续报啦 因为到今天的尾盘并没有转强的讯号 所以我们空单没有补掉 9040空 今天收8976 好 如果重点来了 很多人就会跟各位讲说 你看哦 我9040放空 今天8976 现在赚多少钱 这样一口单赚多少钱 十口单赚多少钱 然后如何如何如何 对不对 然后就跟各位臭屁啦 你看我们的绩效如何如何 但是微博不跟各位讲这个 我跟各位讲的是一个方法 如果在股市上面 你操作 无论是股票也好 无论是棋子也好 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 你没有办法知道它基本面的变化 你没有办法知道 不论怎么样到底是向上或向下 你买到了热身 然后今天产生了这样的一个 跌停板 卖不掉 搞不好明天再跌停板 我请问各位怎么办 有好多人的热身买在一百多块 明天就要破七十块了 但是我始终都是讲 这些都是可以避开的 各位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它不是说 它不是一个陷阱 摆在那边让你跳进去 你从新闻上面它是陷阱 没有错啊 当你如果说你看到六月一号 因为热身人家要收购它的股权 对不对 因为128块要收购 所以因为这样子你跳进去 买进 你刚好买在最高点 那如果你有不论指标的指引 你看一下热身的基本面的变化 它的成长率在衰退 热身的不论指标又转为向下了 那你手上有你是不是应该要卖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而且不是今天卖 早在一百多块就应该卖掉了 不是放到今天 微博想透过节目 主要的目的是让各位知道说 操作必须是要有依据的 有依据的过程当中 你不会让你的操作沦为赌博 就像微博操作企划好了 我们在9040做放空 那各位 为什么我会在9040放空 我用猜的吗 不是 我们是有依据的 但9040做放空 如果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话 或者是因为我们放空的原因是博瑞子不要向下嘛 各位对不对 我们放空的原因是因为博瑞子不要向下 所以我们9040放空期货嘛 对不对 那如果规划跟微博所想的或者是所规划的路线是不一样 这盘是反而是涨的 那博瑞子不要他会提醒我 他会转为向上 我至少知道我必须把我的空单补掉 那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长期下来你可以做到所谓的大赚小赔 也就是说 当行情来的时候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要抓到应该要赚钱的部分 但是当机会不在 或是当行情不好 你至少要守住啊 你要让你的损失缩小啊 所以为什么微博长期以来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你必须要有一个依据 操作依据的目的 除了要赚钱之外 最主要目的还是要帮各位控制风险 现在有很多股票在下跌啦 有很多股票因为 这两天台北股市拉回的关系嘛 对不对 都出现了下跌嘛 那微博之前也跟各位讲过啊 我说我们买股票要买怎样 刚刚字卡没有带 我们买股票要买 博瑞子不要向上的嘛 这一张 这边嘛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买到博瑞子不要向下的呢 我举个例好了啦 我举我们操作例子 我们不要讲那种状很多的啦 我看一下 我们 好 这个也是 也是例子之一 讲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各位会比较更清楚一点 这是8299群联 好 我们8月26号的时候 买在223块 对不对 这是群联 那微博买在哪里 微博带会员买在223 好 那今天呢 各位 229 好 全天涨上去咯 没有受到大盘影响 好 各位哦 你看哦 我们买在826 我们买在这一天 买在223 好 当天还收在222.5啦 当天买是当天套牢一点点啦 但是经过两天整理它上去了嘛 对不对 各位 为什么会不会举这个例子 群联是不是连续跌停 跌停 各位 为什么群联当时候会跌停 因为当时候检调不是在调查说群联这级内线交易吗 所以群联跌停啊 又跌停啊 这个状况跟今天热身跌停它是截然不同的 为什么 微博要买一档股票一定是它本身有基本面的利基点 这是8299群联 这是群联公司的营运的状况 各位你看群联公司成长率 公司营运的基本 那个公司的基本面的变化 各位你可以看到 它从原本的13% 18% 22% 20% 基本上最近都维持在这边啦 但是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趋势的成长吗 各位你可以懂 这个跟热身它是不一样的 群联的基本面它至少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所以当群联它跌完了之后 形成这个状况 来我给各位看 群联当时候在这边 是不是因为涉及内线 所以它跌停 跌停对不对 好 当时候这个地方它都不能买 因为它的博论指标是向下 所以不能买群联 因为群联它的博论指标是向下 像这样的就不会去买 不会去买你就避开跌停了嘛 但是它经过整理的时候 各位 为什么我们会在26号去买 这是8月26号那一天 我们拉近眼看好了 都能限21.29 趋势限21.23 是不是从原本的向下 转成向上 包括连今天 24 22都是向上 所以买进的时候才会赚钱 但目前赚6块多 是不多啦 但是你知道最近很多人买股票赔钱 我们用指标的目的 主要原因是第一个避开风险 当它博论指标向下的时候 你不要买 你可以避开这个跌停 当它博论指标向上的时候 你可以买 那如果群联 我们做个举例好了 明天群联的博论指标向下了 那我就赶快卖出去啊 那你认为说 这样的操作 你的风险会有多大 操作的依据的目的就是在于说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去掌握 当机会不好的时候 你要懂得避开 你要懂得卖掉 不然其实 做股票没有各位所想的那么容易啦 微博长期跟各位讲 我说 我说 每个人都在跟各位讲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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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微博却跟各位讲风险 因为我 我一直强调说 你必须要控制好风险 如果没有控制好风险 那你现在打开电视机 每个老师都赚钱啊 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微博跟各位讲的是一种 正统的投资理念跟观念 现阶段台北股市如果要买股票 不论子不要向上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 你要买基本面的个股 什么叫基本面个股 因为我一直跟各位讲啦 我说一档股票 它会不会涨长期走多头 是跟基本面有绝大的关系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之前我就一直跟各位讲啦 好 这是3526的反甲 我请问各位 人家反甲为什么长期走多头 如果一家公司没有基本面的支撑 它可以长期这样走多头吗 跌下去就直接跌了 跌下去又继续往上涨 你只要买到基本面好的股票 就算短线套牢 其实都不用怕 那怎么知道说 它公司基本面好不好 微博帮各位写了博乐指标的程式 就是希望 让各位知道啊 那个 3526 这是反甲 这是反甲的 公司的营运 各位能不能发现 它的成长率 我们拉机你看好了 这样比较清楚 从原本10%14% 然后稍微这边做震荡一下 对不对 为什么这边震荡 这边震荡就造成这边股价下跌 这边啊 整理啊 但是很明显的 它从5月份开始 从4月份 5月份 6月份到7月份 又明显的成长了 所以一家公司的成长率在成长 所以就算股价这边掉下来 又再上去 各位可以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 现阶段 微博不是要叫各位去追反甲了啦 这都已经涨到这边来了 涨多了 未来有可能会拉回 就算基本面再好 要去买什么 要去买 还没有涨的反甲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还没有涨的反甲 还有机会往上冲 也就是说 微博现在要去找寻的个股 如果要做多的啦 一定要第一个 你基本面一定是成长的 那这类式股票有没有 有啊 这类式股票很多啊 我举给各位看啊 各位你可以看到 这个叫汉平 26% 36% 43% 然后一度增加 这个叫趋势性成长 各位有没有看到 比如说 这叫3163PoloV 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公司营运趋势性的成长 19% 23% 25% 26% 28% 然后34% 当然 基本面它也会变化 微博会去追踪 它基本面变化 如果我们投资的股票 基本面 开始出现衰退 甚至它博人指标向下 那我们也会先卖一趟 如此帮会员控制 他应该控制的风险 而且抓到可以长坡段 甚至可以赚大钱的股票 这就是我们的做法初衷啦 所以包括你看 包括期货也好 包括股票也好 你进出都是有依据 我们都是借由博人指标的 一个指引 去做所谓的动作 相对你的风险 才会比较低一点 这是微博今天看到热声跌停 感触很深啦 因为我觉得散户真的蛮可怜的啦 如果各位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想这部分跟各位报告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都会问说 博人指标他到底学的会不会 我跟各位说 博人指标我们有文字说明 有影片的一个教学说明 甚至微博还提供超版式专线 让你打电话进来问 针对一档股票 到底好不好啊 如何啊 它的一个状况啊 那微博会把这样的一个 所谓判断的方式交给各位 基本面怎么判断 然后博人指标怎么判断 那这家公司未来有没有潜力 还是说你买到了一家在衰退的公司 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啊 甚至期货部分我们有讲啊 有的客户他想做当冲 有的客户想做波段 我们都有说啊 对不对 在我们教学内容里面我们有说啊 短线当冲 你要怎么做 波段操作要怎么做 这个是包括期货的部分啊 我们讲求是一种稳健获利 微博不是跟各位讲神话 因为就算微博在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都有可能出现停损 比如说期货好了 期货停损的时候 微博也会跟各位做报告 绝对不跟各位做隐瞒 但是当我赚钱的时候 我不跟各位吹嘘我们赚钱 我让各位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赚钱 这是微博做节目的初衷啦 提供给各位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避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 陈东鼓部陈老师 现在入会只要六万八千八 现在入会只要六万八千八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最后通线 您的2752-5868 2752-5868 陈东鼓部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工必行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最后推荐 02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鼓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神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陈东鼓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独立 陈东鼓部 值得托付 5-8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今天微博讲了 比较多的观念性的问题 事实上有一些股票 想跟各位讲 比如说 很多客户在问 为什么最近雨菌在下跌 对不对 我想这些股票 为什么上涨 为什么下跌 都可以借由博日指标来看 只是我们时间不够 没有办法让各位来看 没关系 我们明天有机会再来说 那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跟各位做报告 我们这一次 公司所推出的一个688方案 那今天是最后一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 这个688方案是 这一次有史以来 可以说是最优惠的 因为我希望 行情不好的时候 各位可以借由 比较轻松的方式 把博日指标带回去 如果各位不知道怎么操作 那当然 把握这一次机会 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微博张开双手 欢迎各位加入 博日家族 我们今天节目 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毫无知风险 陈福祖部陈老师 现在入会只要六万八千八 现在入会只要六万八千八 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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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通线赢了2752-5868 2752-586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陈东肚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肚部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货力 独往独立 陈东肚部 值得托付 应该2752-5868